10月20日,四国石城十一场大型商演完美收官 演员们也纷纷发文表示,很荣幸能参加海外巡演 感谢恩师带领着走出国门,为世界各地的观众带去欢乐 十一场演出全是满坑满谷的观众 这对于德云社和相声界来说都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作为演员们也是非常的骄傲 在一国他乡能跟这么多的一世父母见面 郭德纲不但是德云社演员的骄傲,也让许多粉丝们感到骄傲 此次海外巡演,郭德纲不但给海外华人带去了欢乐 也打破了相声史上的两项记录 一是票价,海外巡演票价最高3999美元 折合人民币2万多元 这是相声史上最高的商演票价 二是巡演城市最多 今年德云海外巡演共历时两个月的时间 巡演了四个国家,十个城市,十一场演出 可以说,郭德纲这次海外巡演应该可以创相声有史以来 一次海外巡演场次最多新记录,也是巡演时间最长的一个相声社团 每一次的演出都是满坑满谷的观众,值得骄傲 演出郭德纲于谦 杨茜,柯德纲 谢谢,谢谢,谢谢 喝咕咕咕,就是我的,我先来得翻 有点固然,就是小为人大人 这肯定,长年真宠 great,有经验 谢谢大纲,谢谢 快跑,快跑 快跑 能得到这么多的海外观众支持 相声界除了郭德纲 怕是没有人能做到了 每一位到过现场的观众 都感觉这个票真是值了 整整四个小时 都是在笑声中度过的 能看得出来 每一位演员都非常卖力气演出 并且能深刻地感受到 每一对搭档对于段子选材的精妙 对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观众呈现方式 都非常的友好 看到观众如此的捧场演员们 也是非常卖力气演出 返场的环节 还不忘捎带上签大爷 站在那里还能得巧合 你先道歉吗 对 我先先道歉 你说呀 有一个鱼缸 里面呢 有一道鲸鱼是台北支网 把这两个东西呢 放到冰箱的藏室 大事就打开一看 鱼没了 对你为什么 是 为什么 至此 德云社海外巡演完美收官 可谓是前无古人 同时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的世界各地 所到之处 更是收到了海外华人的一致好评 足见郭老师在弘扬传统文化上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 郭老师还将走进美国校园 讲解中国传统文化 这也是郭老师第三次受邀到学校讲座 不得不说 郭老师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功德无量